阿機師要來清菜尾了 他要清哪一道菜尾呢 來 請阿機師 阿機師 菜名叫做 菜名叫做脆皮烤滷豬 脆皮烤滷豬 我把它以烤滷豬的方式 把皮給獨立出來 那麼皮我一樣這邊 準備一個滷豬醬 那麼肉的部分 我就炒回鍋肉墊底 那麼端上來 就是一盤的烤滷豬這樣子 好厲害喔 變烤滷豬 那我首先呢 這個 這邊有一點麵醬 先用酒稀釋一下 甜麵醬 好 那一點點的油 而且這樣準備的料好少 只需要黃瓜跟蒜苗就好了 糖 先炒焦糖 好 那麼利用它在預熱的時候 我這邊兩罐鐵蒸 妳這要幹嘛 我把那個皮多久 鍋完去鍋一下 要炸 還在炸 再給它炸一次 對 回炸 那這油溫需要高嗎 要高 都要高180以上 那因為這個外面市售的買進來 我必須要留意它不可以炸太黑 那首先一定要透 透了以後 它肉才能夠離骨 我的皮才剃得下來 好 那整個焦糖融了以後 那麼把這個醬放進來 這個就甜麵醬 好 那一點點的酸去解膩 烏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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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好特別喔 怎麼味道好好奇 白甜麵醬 白甜的 這樣你的肉才會緊 這樣才均勻嘛 對 把鈣椒進去 後面可ö k 很好奇 好~~~ 要 rad他外面吃炮炮的對不對 現在差不多在起小炮了 炸到汽水泡 阿姬是不是有拿去烤呢 烤到它皮干掉这样 但是你皮没水分呢 这个直接炸的话 它皮囊下面还有水分 等一下你们吃的时候 它是很脆的 阿姬说本来 刚刚想要问你说 需不需要我的帮忙 但现在应该 不好 很危险 感谢你们的好意了 对 你帮完之后 你的指纹都没了 感到 帮完之后我手也能吃了 哇 脆脆 这声音就不得了了 好 好 好 那是饼干的声音 来 那我现在呢 杀鳳梨 哇塞 他的手呢 就这样出来了 脆喔 猪皮 我先把皮给卸下来 厉害 我就学会了 我下讲 这是 太神识了 那个植菜肚习惯了 真的 好胖 里面还是粉红色的 对 这个腌都还在 那个肉的颜色 跟脂 很脆喔 这个待会切啊 预冷的时候切还更脆 好 那我现在用一点点 刚刚油炸的油了 我把这个蒜苗放进来 炒一下 要重新调味吗 好 没有 就用那个酱就可以了 颜色很漂亮 来 天上掉下来的美味 很脆啊 你看它是这样的吧 就有点烤鸭脂吃的那一种 对 有皮 还有肉 真的满香 对 而且这也有点两吃的做法了 对 对 对 皮跟肉分开 这个好聪明 主题明确 它就是猪脚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好脆喔 这样也是菜 而且让你吃到两种不一样的口感 好 来 谢谢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脆皮口乳猪 好香 味道 请上厨 是的 你先从阿姬四的开始吃 它比较不错 应该比较好 吃皮麻烦你们沾一碗蔗酱 要怎么吃 一起吃吗 还是 没有 就沾着酱入口就好了 肉粿就好了 肉粿肉粿 肉粿肉粿 有啊 这饼干耶 这什么叫皮卡 这卡哩卡哩的 外面那个脆 里面还有有一点胶脂 对不对 有点小小的粘牙 还有那个 还不会很干 对